在社群媒體上看見朋友貼了8月11號是世界帕尼尼日的消息 帕尼尼是義大利烤三明治的名字 最常見的就是番茄加上莫茲瑞拉起司 非常的義大利風味 世界帕尼尼日是在2015年發明的 到底是誰?什麼樣的動機?我並不清楚 人類像是兔子,會因為寂寞而死 每天都有這麼多的事情可以紀念或慶祝 目的只是為了要和這個世界上 許多永遠不會對話的陌生人連結在一起 Bissong是一家位於副井街底端的小餐酒館 全天提供好吃的帕尼尼三明治與其他料理 我點了一份蘋果、火腿、帕尼尼 帶皮與肥肉的火腿,風味十足 烤過的蘋果泥恰到好處的中和了油膩的感受 加上受熱融化的起司 在這一天,一起吃同一種食物 一起拍照,一起打卡 好像一個虛構的共同體 我們在這樣的儀式裡獲得我們不是一個人的安慰 死亡也是大家共享的 所以死亡一定也不寂寞吧